金糕 金糕之所以好吃 是因为它不是甜饭 不是它非常的有嚼头 非常的用现在话说 非常的Q 它之所以能做的这么Q 是因为它不是 它是蒸出来的 但是它是更准确的一个字 陕西化石是穷出来的 啥叫穷出来的 就是慢火慢慢慢慢把它闷出来的 陕西人是做真正的金糕 要做一夜的 但是我们现在家常 我们把它简化 所以简化在这之前 味道还是一样的 唯一的是我们要做一些 提前做一些功课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刚才看到那个云豆 云豆先要拿水泡 泡了以后 你把它要煮熟 煮成这样 啥叫熟了呢 大家看一下 已经开花了 然后你咬一下 里头没有硬的东西 这是云豆 先要把它做成这样子 再看红枣 刚才看到那个红枣 这红枣呢 就拿水要蒸 放到笼屉里头 像我这样蒸 蒸一下呢 这要放多少个红枣呢 红枣的量 根据你锅的大小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么大的锅 你红枣就要把锅铺满 就这么多枣就够了 所以这个枣呢要蒸 蒸 蒸的时候大概15分钟 15分钟后你就关火 关火后就让它在锅上放着 闷着它 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一会就是要把这枣呢 剥开 把里头的糊拿掉 每一个枣都有这样 好 用这样的枣去蒸 这是红枣 第三个呢 看这个糯米 糯米要泡一夜 一定要用水泡 泡一夜 好 我现在来给大家示范 怎么样 把这金糕码到锅里头 咱要准备整 这个米呢 是干的 我们忘记放 第一层呢 我们就加米 加 第一层是米 然后呢 米的上面呢 就放枣 你看这是枣吧 把糊去掉这样 你就让它趴在上面 就上面 就这样 看没 这个全是枣 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放一层米 姜米 我这个锅呢 就是咱一般的电饭锅 有的人呢 愿意拿高压锅做 也可以 但是我没有用过高压锅 蒸饭 我不知道怎么弄 这第二层 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铺一层豆 你看那云豆 刚才给大家弄的好 云豆就这样铺一层 好 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一层米 根据你锅的大小 我这一锅做下来 足够 四五个人吃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四五个人可以叠爆 完了以后呢 再铺一层豆 我基本上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豆都铺满了 这个豆一定要把它煮熟 如果煮不熟的话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如果你不是冲点 你这个豆熟不了 然后最后一下呢 我就把这个米呢 全部放进去 我刚才泡的这些米 这米一定要经过一夜的泡 才可以成这样子 米全部放进去 看没有 全部放进去 最后呢 一层呢 就是把这层枣 全部贴上去 一点乱 没关系 这个枣 所以我刚才说了 你的锅多大 你的枣就要那么多 我这个锅不是很大 所以呢 我这枣大概20粒 如果你那锅是特别 特别满的锅 你就要放更多的枣 这个就是 原则就是 这个最上面一层的枣 全部要铺满 看没 看没 倒满了 所以呢 放多少水呢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和甜饭 根本的区别 也是做这个的关键 我先开始加水 水呢 慢慢加好 不能一下加很多 你要加呢 第一次的水 咱们蒸 只要把这个 上面呢 刚好把枣没了 这个水就好了 你先看我这个 你看没有 水已经把枣没了 这就行了 我们开始上锅蒸 我们蒸一次 熟了以后呢 把它麻出来 往后再点水进去 我一会儿再给大家教怎么样点水 很关键 千万不能把水放多了 因为我们的枣是熟的 那个米是已经泡过了 已经吃足了水 OK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在 电饭锅里蒸 我这个电饭锅就一般的电饭锅 米油腰卫果做逛高的意思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用一般电饭锅来蒸 放好 然后扔进去 你平常用多长时间呢 平常怎么蒸米饭 多长时间 这个就多长时间 你就选那一档就行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 你看 第一次的已经蒸好了 看一下这个饭 这个用蒸饭锅蒸的这样 光亮一下 看好 蒸好了 这个呢 我们还要再蒸一次 因为它不够Q 我可以稍微 你可以从边上尝一下 这个米已经熟了 我要再蒸一次 快蒸一次 所以要点水 不是整个倒水去 就是为了让它底下不糊 这水大概有多少呢 我这就是四分之一杯的水 我还都不一定倒完 就顺着这样倒一下 完全 你有没有浇花 浇过花没有 就像浇花一样 底下 就 滲到底下就行了 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要再盖好 再做一次 对 经稿做好 先把这枣 就这样给它弄烂 这动作熟悉 小的时候卖金糕的 是吧 就这样 上面的银层枣 你看熟底透得很 给它 给它等于弄烂了 炒一单子 陕西人知道啥叫草 就是焯一下出来的 你看能亮块出来 快看 看这咋样 跟咱们小时候吃的像不 看一下 看 豆也烂了 尝一下 味道 嗯 蜜 非常的筋道 不是甜饭的 你看 这就是金糕的味道 小时候吃的金糕的味道 我妈说 这跟方上做的一样 其实最重征的不是方上 就小时候大街上拿锅做的那金糕 味道 看 特别好吃 这才是咱 善喜 甜点中的精辟 金糕 大家看一下这锅里面 这层次 可以看一下 美的恨 真种的恨 这是最简易的 加糖做法 今天周迪朵 给了干尔塔甲送一盒 咱善喜老乡 天天吃的美的恨 行嘞 下次再给大家做好吃